Hello大家好,我是13年检票Jolie 我们继续关注疫情消退后的柬埔寨经济 这是整理2022年8月1号来自各大媒体新闻的简报 下面开始详细内容 7月,柬埔寨发展委员会批准的项目将创造近8000个工作岗位 投资1.17亿美元 柬埔寨发展委员会CDC 7月发布的三份通知表明 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最高决策机构批准了8个项目 其中一半是服装项目 资本承诺超过1.17亿美元 预计将创造7917个新工作岗位 四家制衣厂中最有价值的是Best Beauty Co Ltd 在Gondell省Tekamau镇的510万美元项目 预计将提供2236个新工作岗位 另外三个是新美达、柬埔寨、服装有限公司 360万美元、金边棉纸区 997个工作岗位 WLV Lian Garment Co Ltd 310万美元、磅市北省三龙堂区 1220个工作岗位和新近微服装、柬埔寨 有限公司150万美元、西哈努克省西哈努克经济特区 SSEZ 550个工作岗位 另外两个项目是LQ新能源有限公司 在居京省Ubessno经济特区 投资8450万美元的太阳能电池板工厂 和Milana Leatherware MFY Cambodia Co Ltd 在磅市北省Kampai Z区投资 920万美元的皮带和香包工厂 计划分别创造1000个和1414个工作岗位 其余两家合资企业是Eastcam Casting Co Ltd 在Bavis镇的山东Sunshell Svay Ram经济特区 投资580万美元的钢管加工厂 以及Mega Hardwood Co Ltd 在SSEZ投资500万美元的 交合板和木板工厂 这将带来200和300个新工作岗位 柬埔寨商会CCC副会长林欣告诉 金边邮报 柬埔寨所有行业的投资都在稳步上升 包括轻、中、重工业 它将这一趋势归功于稳定的政治 新投资法提供的有利条件 多样化的熟练劳动力 改善的运输路线和深海港口的可用性 相对较大的出口市场以及贸易伙伴 提供的一系列优惠安排 以及柬埔寨与许多国家达成的 全方位贸易相关协议 Hong还表示 王国高新冠疫苗接种率 让投资者有信心前来投资 金边邮报 根据CDC1月至7月发布的通知的计算 该委员会已批准95个项目 总资本投资约为29.0318亿美元 预计将提供80436个工作岗位 泰国飞往先例的航线 增加激发了旅游的希望 当地旅游业者渴望区域航空公司曼谷航空 将于8月1日恢复泰国首都和先例镇之间的直航服务 最高国际游客的增长率 随着邻国之间的旅行需求 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曼谷航空公司在上周的一份新闻稿中宣布 决定于8月1日开通泰国首都苏湾纳普机场和先例 以及缅甸商业中心仰光之间的每日直飞航班 并开通一个月至越南中部香港式的航线之后 曼谷航空公司表示 曼谷先例航班将由一架ATR-72600飞机运营 该飞机以其标准座位容量为72个而命名 去程航班PG-905于上午10点30分 从曼谷苏湾纳普国际机场起飞 并于上午11点45分抵达先例国际机场 入境航班PG-906于下午12点15分 从先例国际机场起飞 并于下午1点55分抵达曼谷苏湾纳普国际机场 根据旅游部的一份报告 柬埔寨在2022年上半年迎来了50万06762名国际游客 同比增长394.1% 按入境方式分 空运24万0637人次 陆路26万1515人次 水路4610人次 同比分别增长420.3% 364.4%和230.4% 报告还显示 上半年度假者国内旅游633万人次 同比增长219.3% 外籍居民68万人次 同比增长380.3% 金边西哈努克高速公路提振经济 柬埔寨将从金边西哈努克高速公路项目中 受益匪浅 例如更快 更具成本效益的运输和物流 中国研究所所长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经济学家 KY.Siriwef博士最近分享了这一前景 高速公路将金边连接到西哈努克市的深海港口 使货物转运到贡布省 白马省和歌公省等沿海省份更加方便快捷 他补充说 高速公路沿线的省份也将从中受益 特别是在投资机会方面 金边西哈努克高速公路全长187.05公里 于2019年3月22日开工建设 经过约48个月 耗资约20亿美元的建设 柬埔寨首条高速公路 预计将于今年10月投入临时使用 丹麦将于8月3日在金边签署条约 丹麦将于2022年8月3日 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 成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EC的签署国 据金边邮报报道 柬埔寨首相洪森将于8月3日宣布 第55届东盟成员国大会及相关会议正式开幕时 将与东盟外长和欧盟秘书长举行会晤 相关会议包括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委员会 东盟外长与东盟政府间人权代表委员会的对接会 东盟与东盟对话伙伴的部长及后会议 第23届东盟加三外长会议 第12届东亚峰会外长会和第29届东盟地区论坛 金边邮报补充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8月3日至5日访问金边 参加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 东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 根据美国7月29日的新闻稿 在每次会议上 布林肯都将强调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 以及成功实施东盟印太展望 人民发展与和平中心主席杨金英表示 东盟必须找到解决缅甸问题的办法 为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危机 树立榜样和模式 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缅甸问题 这将成为未来解决其他地区问题的典范 他说 除丹麦外 挪威还将与土耳其和瑞士一起 作为三个东盟对话伙伴之一 在此次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今天的新闻分享到此为止 希望您的生意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新闻 对您有帮助的话 希望您关注 点赞 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